so tonight with faith and devotion I proudly accept your nomination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连共和党都自封 史上最受注目的全代会 在川普宣布接受提名后 引来全场含糊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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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一个半钟头的演说 川普除了再三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针对国际关系 他也提及台湾 谈到台湾马上提到战争 甚至还说全球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 倒是中国甚或一朗 川普不断提及自己 如何签致 从看起来不受控的政治狂人 一场演讲把自己说成了 国际真正的秩序 最后当然不忘这件事情 一句话把拜登骂得体无完夫 一场全代会 川普声势大好 从此两行间都可以看出 本来就自信满满的他 如今无故神风 美国总统拜登过去高喊坚持选到底 如今尽管白宫还没松口 但多家美媒 引述多位民主党高层人士爆料 拜登可能退选 而且最快周末宣布 同党议员表示 拜登正为美国做最佳打算 无疑是给拜登最好的台阶下 与此同时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趁着拜登确诊隔离之际 站上造势舞台 抛红共和党对手川普和范斯 民主党换人声浪不减 CNN观察 贺锦丽越来越频繁亮相 代打上阵几率提高 多名执行人士指出 就连佩洛西 欧巴马等重量级大佬 也私下劝退拜登 毕竟拜登在摇摆州的支持率低迷 而川普声势大张 除了高龄 拜登的认知能力也饱受外界优心 17日受访时竟再次忘记 非议国防部长奥斯丁的名字 压垮拜登的稻草 还有众多金主冻结捐款 幕僚警告资金就快用尽 CNN分析 拜登在11月要逆转胜川普恐有难度 而不少民调显示 贺锦丽出马对决川普赢面更大 只是距离大选只剩不到四个月 民主党得快马加鞭做出决策 未来七射小时 六成关键 三绿新闻全片报道